老话常说,做人,要经三分,傻三分,留三分给子孙,经,是一种明智,一种处世智慧,而阴,是过了头的经,是一种无品无德的表现,做人做事,凡事不能太过度,要学会给自己留余地,一个人太过于阴险,其实是断绝了自己的后路,只会后患无穷,因为阴损的人,总是伤害他人,最后也没有得到好的结果,做人,可以经, 但不能因,一旦做了这些缺德事,再多的福气也会被耗尽,传承国学经典,点亮文化新灯,欢迎订阅国学新旅,人可以怪,但不能坏,人生的非夜,写着这样一段话,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,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,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,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,是笔直的,没有岔道的,有些岔道口, 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,事业上的岔道口,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,你没走错一步,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,也可以影响一生, 射雕英雄传里,邱处基给两个未出生的孩子起名为郭靖,杨康,是希望后人不要忘记靖康之耻,郭靖成为了一代大侠,可是杨康却不得好死, 一边是锦衣玉石,荣华富贵,一边是吃康厌菜,破衣懒衫,杨康选择了前者,伴随着任贼做父和卖国求荣,虽非大奸大恶,也足以让人恨铁不成刚,疯疯癫癫的老顽童周伯通,贪吃又调皮,怪诞又传奇,深受读者喜爱,胜而为人,可以怪,但不能坏。 有人说,用利益的眼光去看,你就明白了社会上的所有潜规则,你可以因为看清了世界真实的面目,所以总是与这个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,但不能为了所谓更好的生活而出卖初心,与小人同流合物,和恶人结伴而行,算计别人,就是算计自己。 俗话说,算盘打得惊,马挂改背心,过于精打细算的人,有小聪明,却缺乏大智慧,往往容易本末倒置,投机不成十八米。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,古时,京城有一个洗衣匠,他的店铺生意很好,而他的邻居是一个陶匠,陶匠的生意却很萧条,陶匠认为是洗衣匠的店铺,影响了自己店铺的风水,就起了害人之心。 他求见国王,说洗衣匠有祖传的记忆,能把黑象洗成白象,国王很高兴,因为这个国家是有黑象。 而白象被视为吉祥的象征,繁荣富强的预兆,于是下令洗衣匠把黑象洗成白象。 洗衣匠不敢抗制,回家后,无助地叹气,他的妻子问清楚原因,给他出了一个主意。 第二天,洗衣匠去见国王说,我家的洗衣盆太小了,容不下一头大象,请陛下先下令造一个装得下一头大象的陶盆。 于是,国王命令陶匠在三天内造出一个可以容纳一头大象的陶盆来。 这下陶匠傻眼了,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 最终,陶匠因为没能在规定时间内造出陶盆,而被国王处死。 陶匠以为自己很聪明,随便说几句话就可以打压洗衣匠,却没想到聪明反备聪明物,让自己送了命。 有句话说得得好,天作孽有可为,自作孽不可活。 心存恶念,总想着算计别人的人,最后往往都会算计到自己身上,就像当你有一根手指指着别人时, 另外三只手指一定是指着自己,善良一点,温暖一点。 你怎么对待这个世界,这个世界就会怎么对待你,处处算计。 凡是只考虑自己,人员会越来越差,最终作茧自负。 人生有耻,过则为在。 做人可以精明,但不要太阴险。 人生最重一个情字,若有情有义,不占他人便宜,愿意放下身段,便可迎天下,得人心。 诸葛亮一生足之多谋,他身安欲丝其利,毕履其害,欲丝其成,毕履其败的道理, 凭借草船借鉴,火烧赤壁,空城计,数次拯救蜀国于危难之中。 但也有一种人,他需要你的时候,满脸堆笑,安前满后,用过之后,气质一旁,恍若无闻。 做人,千万别这样,人人都会遇到困难,碰到麻烦。 今天,你帮了他,明天,他滴水知恩订当涌泉相报,过河拆桥要不得。 知恩图报是正道,留一条退路给别人,留一条后路给自己,才不会四面楚歌,八方受敌。 面扇心黑 阴险之人,往往把厚黑运用到了极致,在江湖当中,有这么一门学问,名为厚黑,所谓的厚黑,就是让人的脸皮如同城墙一样厚,而内心如同煤炭一样黑,如此面厚心黑的姿态,成为了一部分人的追求。 这所谓的厚黑, 是很不错的,但对于心黑的行为,就还是不要涉及了,要知道,恶人自有恶人魔,这才是真相。 人可以惊,但不能阴。 有句话说得好,人可惊,但不要阴,为人处事,最忌讳的就是阴险,太过阴质的人,大多没有好下场。 比如,红楼梦里,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,她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,表面上一副老好人的模样,实际上机关算尽,先是把哥哥的女儿王熙凤介绍给老公的侄子当老婆,还抬举王熙凤掌管贾府的经济大权,轻植女儿当家,既省却了自己的劳动量,又不至于实权旁落,这是自立。 为了让自己的亲爱生女,稳坐贾府少奶奶的宝座,她串通薛姨妈,煞费苦心,想方设法拆散贾宝玉和林黛玉,这是自私,逼死丫鬟金串,毫不手软,却哭哭啼啼,还说一向是金串为亲闺女,这是狠毒,王夫人表面痴哉念佛。 一副菩萨心肠,实则是蛇蝎心肠,这样的人,结局自然很悲凉。 最终也只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,他培养的探春,在三观上,逐渐与他不合。 儿子贾宝玉,也因为林黛玉的死而出家为僧,而他本人,最终也在欲寡欢中重病而死,有些人,为了自己的利益,不惜伤害别人,为达目的不择手段,这种人看似得利。 可事实是,他们所获得的利益,往往只是暂时的,终会消散。 三分精明,七分厚道。 李嘉诚说,做人最高的境界是厚道,精明的最高境界也是厚道。 所以他交给自己的儿子,和别人合作,假如你拿七分合理,八分也可以,那我们李嘉拿六分就可以了。 建筑商林正佳,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,也是因为这一启发,用一万元作为启动资金,重回商场,但是这次他不再那么精明算计,而是一直坚持少拿两分,从杂货铺到水泥厂,从包工头到建筑商,一路顺风顺水,合作伙伴蜂拥而至。 短短几年内,他的资产突飞猛进,创造了一个商业神话,左宗棠说,做人精明不如厚道,为人厚道,方能得人心,真正能成事的人。 靠的从来不是小精明,而是不怕吃亏的厚道。 小胜靠智,大胜靠德。 正板桥说,聪明难,糊涂难,由聪明而入,糊涂更难,人可以精,精是为了防备别人暗算,也可以狠,狠是为了远离别人的欺骗,但是千万不能阴,不要为了利益耍手段,不要为了财富损良心。 做什么事之前,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机关算尽太聪明,反倒误了轻轻命,为人太过精明阴险,为利是图,最后算人中算计。 小胜靠智,大胜靠德,小聪明能够取得一时的成功,却很难取得一时的成功。 纵观古今,哪个成功人士,不是德才兼备,厚德载物,只有为人厚道,以成相待,才能赢得人。 人们常说,阴险是通向危险深渊的不归路,一个人做的所有坏事,其实都是在给未来的人生铺下一层暗雷,随时一点火星,就可能引爆他的整个人生。 人这一生,无论做什么事,首要的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,人善了,心安了,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好,越走越宽。 特别喜欢文学家申寒光说过的一句话,行一件好事,心中泰然,行一件歹事,亲影爆愧。 我们这一生,可以没有多大的成就,但一定要求一个心安,生活中处处算计。 见不得人好的人,大多过得不会太好,只有那些德行端正的人,才能笑到最后,往后余生,愿你我都能厚道待人,做事无愧于心,眼里注着阳光,笑里全是坦荡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